近日一条颜鹤翔还是走了郭麒麟的老路登上了抖音热度宝 看到这条热宝着实吓了粉丝一跳 不少粉丝都误以为颜鹤翔走了呢 看完之后才发现原来是颜鹤翔走了郭麒麟的老路开始拍电影了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颜鹤翔也没能逃过真相定律 前脚收完打死都不当演员 后脚就参与新电影的拍摄 不干演员了谁在那呸 现在不当演员了 干嘛的 演员这个职业很悲 别干验恒 一辈子被人选择 别管我追呀 拉我 真凶 不得不说颜鹤翔也是真的厉害 紧追搭档郭麒麟的脚步 在影视剧里发光发热 郭麒麟在剧中饰演万千宠爱于一生的二少爷 而颜鹤翔也不输郭麒麟 在电影火锅之王中 上来就饰演追债的老大 一呼百应排面十足 不玩 给老子出来 一招满中间 嘿 海贼的老豆子你出来了啊 我看我 你不看我 你不看我 要在我这里老师 先点亮一会儿 自己又没有来过分量 再点还钱还没两头啊 朋友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过分怎么 过分怎么 小胖子 我劝你少管闲事 还有你们 都别动 谁动 我揍谁 哥 刚才是谁说 人多 要欺负人少来的 啊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这太子妃真厉害 马上就要追上郭麒麟的脚步了 要说人界颜鹤翔也有实力 其他人跨界都被吐槽 而颜鹤翔却没有这样的烦恼 想要干本职工作 想说相声 但无奈搭档不在啊 想换个搭档 还不被郭德纲允许 得给郭麒麟守着 天天眼巴巴的看这相声舞台 却不能说相声 无奈也只能跨界追赶郭麒麟的脚步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调侃 如今再要抚养费就困难了 怕是罗老师都打不赢这场官司 看到颜鹤翔寡妇在就业 也有不少网友期待颜鹤翔和郭麒麟 在影视剧中合作 两人相声舞台一起合作过 还一起演过话剧 要是在一起拍个电影就更好了 毕竟之前轻鱼年中颜鹤翔也只能算个报幕员 不知道在影视剧中 颜鹤翔跟郭麒麟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 好 好